根據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今天公布的民調數據, 奧巴馬在有投票意願的美國選民中支持率為48%, 而劉姆尼的支持率就是47%。 這個結論與《華盛頓郵報》以及美國廣播公司聯手合作展開的民調結果一致。 在獨立派選民中,兩人支持率今年首次打成平手,同為46%。 之前,萊姆尼一直在獨立派中小福領先奧巴馬。 同樣,《政治部》和喬治華盛頓大學今天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 奧巴馬和萊姆尼在有投票意願的選民中支持率同為48%。 美國選民將會在6日星期二投票決定誰將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 選戰最後階段, 奧巴馬和羅姆尼將精力和資源集中到幾個將決定選戰結果的搖擺州份, 爭取更多選民支持。 雖然在全國支持率相當, 一些專門針對搖擺州份的民調則顯示, 奧巴馬在多個搖擺州份擁有一定優勢。 雖然在通常最重要的建築早的統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